今天台北股市的大涨 今天我應該這樣講 從12點鐘以後的一個所謂拉抬 完完全全是架構在一個標標準準的空咖空 你知道嗎 如果說你有在看所有的頭顧節目 不管包括樓上樓下隔壁左右的 昨天應該所有的頭顧老師都告訴你要放空 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月線去扣抵什麼高低 扣抵低值 月線即將跟季線出現死亡交叉 每一個人都認為這一個所謂的季線會跌破 來再配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請問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在美國股市利多跳高 到底是開高走高還開高走低 老師我不知道啊 我盤中哪知道開高走高開高走低 你就重計來看清楚 今天在9點33分的時候 我請問大家 這個我講坦白的 為什麼你要懂得一個所謂事前的一個所謂規劃 我說真的 如果我沒有主力心態 我不懂得空間理論 這是一個標標準準的一個所謂按頭 那形成按頭要幹什麼 當時要標標準準的放空 結果你馬上一路被嘎到一個所謂外太空 所以說這邊齁 我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說你的老師還在高檔扣底 低檔扣底 還在月線跟季線死亡交叉 還在KD MACD12345的情況下 我奉勸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帶槍投靠 老師為什麼要帶槍投靠 我已經輸一屁股了 抱歉 如果你不帶槍投靠 到最後你會輸到一無所有 因為帶槍投靠 它是為了改變贊助成員 你才有辦法迎接一個所謂賺錢的契機 我在節目當中 這一張字卡 我講到不想講了 我講到爛掉了 你們到底 到現在知不知道月關鍵價 到底知不知道主力心態 而且我講坦白的 你看我的一個所謂節目 跟一般投靠老師不一樣 我盡量就不要對大家大小聲了 我會慢慢講好了 全投靠能拿出完完整整的 一個所謂操作策略跟證據的 就只有我謝天謝地謝恩 來快點回顧喔 那麼在上上禮拜四 11月9號的時候 我跟你預告關係改變 沒錯吧 還跟你預告了一個所謂多方法 結果預告完之後 隔天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 你又輕鬆的看到對賞單 結果來到上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會不會跟你預告 我說開高就會走低 開低就會走高 因為很簡單 加全股價指數 周線綠燈 OTC指數 超限是一個標標準的紅燈 都還記得吧 好趕快進入 結果禮拜有沒有如同我們預期 上個禮拜真的往下做一個擊殺 我們又掌握兩萬九千塊的一個財富 禮拜二的時候 連續兩套的一個所謂擊殺 我們是不是又很輕鬆的 漲作七千多塊的財富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殺到我們所規劃的 一個所謂空間理論 而這些東西你在盤錢高裡面 都看得很清楚 看得非常非常明白 那禮拜台北股市收一根T字線 上個禮拜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收盤的一個所謂價位 是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說禮拜三 台北股市出現往下的一個跳水 重點在上禮拜三 上禮拜三 外資賣了131億 美國期貨盤 如果我印象沒錯的話 也跌了一百三十幾點 我在上個禮拜三 上個禮拜三 上個禮拜三 每一個投顧老師都告訴你 要崩盤 就是要崩盤 因為外資賣了131億 我在上個禮拜三 有沒有畫圖給禮拜四的大盤總 我說往下擊殺 來到5XX 他還會再往上做 拉起來的一個所謂動作 預告完之後 你的LINE8也跟你做報告 這操作邏輯 這幾行話 不是現在才寫的 在上個禮拜三 就已經看到外資大賣131億的時候 寫給我的一個所謂會員的一個所謂朋友 就預告完之後 禮拜四是先往下擊殺 再往上擊拉 不好意思 我這邊再強調一件事情 很多投顧老師 他們上節目 他們所標榜的 就是標標準準 買最低賣最高 甚至連我的標準 差一天差很多都拿去用 那不干我的事情 那是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選擇 你每天在做夢 你五千萬 你五百萬 輸到只限二十萬 每天如果買最低賣最高 你二十萬很快變成兩百億 天底下 如果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天底下就不會有窮人了 每一個投顧老師在家裡 穿內褲自己做就好了 可是我不一樣 我有唐政的目標 我今天讓我的會員賺錢 他們會不斷的捐錢 他們會不斷的捐錢 我也不再捐錢 我們自己幫自己祝福天 這才是最美的真諦 所以說 很抱歉 有人打電話 既然說 老師啊我五百多萬 輸到只要二十萬 那我有沒有可能二十萬 再變回五百多萬 如果二十萬 變回到五百多萬 我在家裡穿內褲就好了 好不好 你去找那一些 真的真的 很多的模仿我 差一天差很多 你去找那一個老師 他自然每天有辦法 但你買最低空在最高高點 結果原來都是空氣單 看清楚喔 結果來到禮拜四的時候 不管包9點30分 9點43分 9點59分 10點50分 麻煩你去問我的會員 我會不會預告主力心態 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還沒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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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預告禮拜五台北股市 就是直接跳空開高 完全沒跟你模擬兩可 結果預告完之後 禮拜五台北股市有沒有真的跳空開高 為什麼要有主力心態 禮拜三主力心態空 禮拜四跳水 跳水玩之後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大多 你甚至於可以把 我們的軟體下載在你的手機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明確 非常完整整的答案 又從1萬9 拉到7萬8 還沒完 還沒完 上個禮拜五 不管包括10點31分 不管包括12點01分 證據都在這邊 我一樣告訴會員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從7萬8 拉到14 再從14萬 拉到21萬 上個禮拜五 有沒有很輕鬆的 吃到龍蝦 吃到魚翅 吃到鮑魚 有沒有 補合 我在節目當中 跟你講 一年多的 差一天 差很多 因為我們有在行善不思 什麼叫差一天差很多 再一遍喔 再一遍喔 上個禮拜五 外資 T50百 買超第一名 我跟你預告禮拜一 就是跳空開高 為什麼禮拜一要跳空開高 因為上個禮拜五 我這邊的測標 有沒有跟你預告 月線紅燈 我的測標 有沒有跟你預告 中線紅燈 有吧 有吧 結果昨天禮拜一 天差太高 心態有多轉空 心態有多轉空 9點03分 拉起來 跟他說 goodbye 往下跌了 54點 結果來到12點18分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 那是一個所謂的 上春的一個機會 那我請問各位 我在堅持什麼 堅持的 週線 月線 同步 都是紅燈 結果昨天 你又看到 9.5萬的 一個所謂對賬單 沒錯吧 沒錯吧 你又看到9.5萬的 那昨天的低點在於哪裡 你不要老是告訴我 沒有行情 沒有行情 我今天618的合金 2448的金電 3374的金財 哎呦 漲停了 好啊 沒行情 沒行情 那昨天的低點 你能在昨天開盤前 你的盤前稿裡面 就告訴你了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的差異性 還沒完 可是老師啊 你昨天說收盤小於關鍵價 這昨天解盤喔 你說最好開低啊 時間是先空後多 我都跟你講得這麼樣清楚 時間先空B1 叫做先空 BU叫做布爾 先空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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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遍 為什麼你要學習這一些 關鍵的一個 價位的計算 這是今天早上的盤前稿 看清楚一點 687 今天開盤 有沒有直接跳空過 日線關鍵價 還沒完 跳空過日線關鍵價 上下震盪之後 又往下做個擊殺 我跟你的差別 就在這裡了 你沒有主力心態 你認為盤頭 不好意思 我在9點33分 告訴會員 那是一個買進訊號 我在9點41分 我還告訴你們 主力心態 這一個擊殺 很容易把你跑去放空 可是你會被騙 因為心態是多 很多頭顧老師 他不敢給你看這個時間 9點41分 因為他們是等到12點 人家漲了100多點之後 才敢給你看時間 我們的軟體呢 在今天開盤的時候 已經出現非常明確的買進訊號 可是他卻不敢 在第一時間去跟你做預告 這樣一漲 又是一個標標準準的100點 再一遍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我們再來看一遍 這一個摁頭 這一個標標準準的摁頭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主力作手很容易搞破片線 你要藉由主力心態 你才有辦法破解主力作手的片線 這個擊殺 昨天主力心態空 一路殺到收盤 今天早上KL太高 這個擊殺你對下來 紅色還綠色 紅色還綠色 證據我幫你完整的 一個所謂的保留 那麼藉由軟體的一個所謂 主力的一個心態 或你自己懂得如何計算 主力心態 你把軟體帶回去啊 我叫你把軟體帶回去 你參加過一堆頭顧老師啊 每天做錯方向 昨天你知道尾盤有多少頭顧老師 放空流倉嗎 那今天在幹什麼 今天幹什麼 停損放空 放空 停損 停損完之後再放空 很抱歉 很抱歉 從三萬四一口氣又擴增到八萬八千三百五十塊 很抱歉 我的會員又賺了你們的錢了 所以說啊 我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我昨天沒有跟你預告 時間先空厚多 先空馬上下震盪往下擊殺 厚多 如果我上個禮拜四 沒有跟你預告 禮拜五天空開高 禮拜五沒有跟你預告 禮拜天空開高 我講講白了 這種節目你就不要浪費你的店去看了 那切文恩跟一般頭顧老師一模一樣 每天就只會買最低賣最高而已 可是如果我做到事前預告 而且我保留完完整的證據 你今天你不帶槍頭靠你在幹什麼 你的老師永遠告訴你 那是你的傳輸有問題 只有一招而已 那你要幹什麼 所以說全方位360 老話一句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除了給你魚吃 我們教你釣魚的一個所謂技巧 好 叫相來 今天收盤有沒有收上框帽下 有 今天外資期限或同步站在買方 抱歉 我在11點24分的時候 11點21分給你看主力心態 你11點21分之後還會還有高點 沒有看到 這是盤中的非凡連線節目 如果每一個老人體這麼準 有本事在盤中連線節目直接講嗎 不敢嗎 都事後改的嗎 不要齁 一竿子打翻一艘船 我都是盤中連線 來 這叫11點21分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多 11點24分 跟你預告外資期限或同步站在買方 對不對 11點26分跟你預告多空的 一個所謂關鍵價 解完了 明天還有一次回檔的機會 相信我 回檔的意思代表翻黑 問題重點 這個點它是讓你上車 不要說我沒有跟你預告 好 我講白一點好了 明天 明天 除非開盤直接跳空過806 806 不然呢 比如說我開這樣子 網上衝到806 它會得逃再下去 不要說我沒有跟你預告 因為我明天 一樣會讓你見證奇蹟 一樣會撥重撥帶 這個點 你的老師帶你放空 我講坦白 他也不想回補 老師是不是239 不是 這是YouTube重撥帶時間 你廣告中的電話 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把它撥通 那麼什麼叫釣魚的技巧 很簡單 我說過了 你今天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了解 人家主力作手的know how 為什麼一檔6182的合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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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打不出來 為什麼今天合金掌停 為什麼 不是很多人放空 合金這邊放空 這邊放空 這邊放空 2448金電 很多人這邊放空 這一天放空 這一天放空 全死 為什麼 為什麼要學習釣魚技巧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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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學習不是叫你去copycat 什麼叫copycat 山寨 就像很多頭部老師 看到我這邊測標 放細晶圓 放3D感測 欸 這已經放一個多月的時間 現在也在學我 說他手中有337是精彩 有3105穩帽 那不甘我的事情 那是你的選擇 因為你看節目 你沒在看重播帶 麻煩你把9月1號的一個月的重播帶 調出來 為什麼我趕時間講 因為很簡單 我擁有主力心態 不好意思 導播你們看一下 當時的合金多少錢 齁第一次難得叫你放大欸 21塊1 21塊整張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很多 EPS QOQ 4倍 你不是要好公司嗎 4倍啊 4倍啊 先6支 然後之後告訴你 千萬不要放空 26.15是他的多萬價 跟你講說你放空 你一定會後悔 regret 這單字什麼意思 不知道也來不及了 之後連續加碼買進 加碼買進 甚至於來到10月20號 還在加碼買進 短短4天 短短4天 之前21.15不跟你算 短短4天 我們要掌握6.5塊 又掌握2成 兩支掌停板會難嗎 一檔合金 一檔合金 先11支掌停板 還沒完喔 10月27號 很多老師跟你講說 你手中有合金的你要保守 帶種一點空就空 什麼叫保守 月線紅燈在放空 被尬到外太空 全部歸零 我這樣講沒錯吧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的操作策略 那叫標標準準看圖說故事 今天點擊板的時候 我們給你看 我說下面人家主力做手 還在做多 還在做多 好繼續買給你看 11月20號盤中多空轉換技巧 還沒完喔 還沒完喔 結果來到11月14號 利用擊掌的時候 我們開始把加碼單獲利賣出 反正我這個人就這樣子 我怎麼做 我在節目當中 我就完全地跟你做呈現 還沒完 還沒完 來來來來來 上個禮拜五合金買進 老師為什麼上個禮拜五買合金 那麼昨天合金要賣 因為很簡單 上個禮拜五大盤心態是多 昨天心態是空 很簡單喔 不是合金喔 是大盤喔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今天還有很多人在放空股票啊 但不相信嘛 想說 618的合金 這個已經形成了什麼 這個叫什麼 我畫圖畫給你看啊 這叫上升蟹型 這叫上升蟹型 你知道嗎 今天有投過老師跑去放空合金耶 我不想講誰啦 你們猜都知道是誰啦 反正我講多的標的 他一定要講空啦 好啊來啊來啊來啊 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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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今天幾月幾號 今天11月21號 早上8點55分 41塊買不到 來到11點21分的 43點6到43點9 我還在持續加碼買進合金 你 43點6你在放空 因為我剛好看到他訊息 他在放空合金 所以說 我就加碼買合金 怎樣 恭喜會員 合金掌停板 好一支處理完了 來 掌停板喔 總共13支掌停板 我有會員跟我講說 老師他買了50萬的合金 只有從9月1號到今天 從9月1號到今天 從9月1號到今天 50萬變成了115萬 還沒完 好第二檔股票 2448金電 先六支掌停板 沒問題吧 27號 13號 16號 不是在給你爆 樂透號碼 1號 2號 每天連續加碼買進 為什麼差一天差很多 11月1號 還在加碼買進 2448金電 11月2號 還在加碼買進 金電 誰有這氣破 誰有這氣破 光六天就24萬 一檔金電 然後呢 1234567 七支掌停板 還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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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五 問我會員啦 只買兩支 一支叫6182合金 一支叫2448金電 12345678 8支掌停板 快點快點 337精彩 精彩 精彩 多空轉換技巧 叫你學你又不學 上個禮拜五 78.9 八九 十塊錢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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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喔 大賺 十塊錢 你買個十張 大賺十萬 時間不夠了 再一遍 很多老師 都跟你介紹 就好像我會員 我說小老師買生技股 我說神經病喔 有啊 生技股我做三支 C105東洋 C107邦特 還有179美食 兩支賺錢 東洋小賠出場 不再碰生技股了 我幹嘛去買那種 沒量沒價的股票 618合金 股本47億 金電 111億 337精彩 27億 3026核生堂 16億 8069元泰 114億 快快快 導播你不要再給我畫圈 畫圈我會緊張 第一次上節目 我很害羞 你又不是不懂 14號跟你預告核生堂 三支掌停板 跟你預告8069的一個元泰 來 送分析 操作股票 幹嘛換來換去 6182的合金 2448的金電 3374的精彩 沒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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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3026核生堂 8069元泰 然後再從元泰 又輪回到6182的合金 2448的金電 3374的精彩 因為我們有在行善不思 而且我事前預告 事後讓大家得到完整驗證 好啦好啦 跳快點跳快點 導播已經畫太多圈了 從昨天 昨天在哪裡 昨天我們來到的財產法人 台南市私立招新社會福利金會 再從招新我們來到了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再從癌症基金會 我們來到老五老基金會 感謝會員你們的愛心捐款 就是因為有你們 我們幫自己種福田 我們的子孫一定可以過更好的日子 就是因為有你們 我們所做的每件善舉 老天爺全部開在眼裡 可是我說過了 你今天來找我 並不是因為我們每天在行善不思 你今天來找我 是你有沒有得到一個事前的預告 事後得到一個完整驗證 你手中有空單在變 明天一個回撤的機會 而這個機會點 到底是落在何處 盤潛稿 無論如何你要把它給看清楚 那當然從6182合金2448金電3374精彩 到3026合成堂 到8069元太 再從元太拉回到6182合金2448金電3374精彩 謝老師你還好沒有3443的創意喔 我又沒有買創意啊 你問我比特幣我又不買創意 你問我這幹嘛 這種績效 那就是事前預告 事後完整驗證 除了給你魚池 教你釣魚技巧 一起來行善不思 全方位360 真的只要360 差一天差很多 感恩 沒用過錢 播通電話介紹 按下去